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賽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是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一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神奈川的蓮艙江士島一帶 是來東京近郊旅遊首選之一 交通方便且包含自然美景 美食 以及歷史文化 是一個即便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也可以安排的行程 橫須賀位於神奈川的東南部 人口約40萬人 離觀光景點蓮艙很近 也離橫濱不遠 城市內的景點很分散 所以能夠有不同的玩法 我們這次著重於橫須賀的東邊 然後夜晚的時候就順路的方式去看看橫濱的夜景吧 從東京到蓮艙大概要一個小時 我們大概早上八點左右到蓮艙 先來吃個早餐吧 一日之際在雨晨 由於是旅遊時的早餐千萬不能馬虎 朝食物Kobakaba提供了健康好吃的日式早餐 聖誕使用的有機蛋 你看打在五穀米上面的顏色就知道多漂亮啦 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就變成日本人常吃的早餐TKG 聖誕拌飯 在這裡體驗日本人的早餐文化真的很不賴 吃完早餐大概八點半 上午到中午的行程 我們著重在拜訪歷史文物上 我們首先坐一站到北蓮艙車站 這一區是鮑勃認為蓮艙最充滿歷史氣息的地方 大家可以拜訪這裡最知名的幾個寺廟 明月月的本堂有一扇知名的窗戶 不同的季節的植物會讓窗戶呈現不同的景致 也可以在庭院走走看看自然景色 建長寺開創於西元125年左右 開山時組為南宋來日本紅髮的藍溪稻龍 開創日本殘中大絕派 寺廟內有高2.1公尺的國寶泛鐘 也有許多國家的重要化財 推薦大家到了德越勞作的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日本庭園風景 離開建長寺我們徒步10分鐘左右來到賀岡八番宮 這裡是西元1063年由元賴以由京都的石清水八番宮 勸起至尤比兵 然後於西元的1180年由將軍元賴朝 將其移植縣址 並駕以擴建 成為日後聯艙幕府時期的中心 這裡腹地非常廣闊 在這裡花個半個小時左右走走 離開賀岡八番宮也回到聯艙車站附近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我們可以徒步走到旁邊的小丁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長300公尺 共有200家商店 如果肚子有點餓的話 可以在那邊買點小吃 或是買點紀念品孝敬朋友或家人 如果腳有點酸的話 也可以走到車站附近一家超有特色的星巴克 稍坐休息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龍衣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堤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充滿星巴克店內常出現了木質料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滿廣的 天花板的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滿溫馨的 另外也有一區放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 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唷 店內很漂亮以外 但店外才是整間店的highlight 看著附游泳池的庭園 有一種自己是有錢人 然後在自家後院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姜之店的行程囉 第一站先到尤比冰站 下車走路兩分鐘 我們來享用今天的中餐 松原安 這裡是古名家改建成的擺明店牆外面餐廳 在室外或是室內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中餐有2000元日幣 以及4500塊日幣的套餐 推薦直接吃4500塊日幣的套餐 可以吃到奧華吃得飽 前菜有7種不同的小菜 烤鴨肉 以天婦羅 飲品 蕎麥使用嚴選的蕎麥粉 然後有所吃到的麵 都是當日製作出來的28蕎麥 就是以8比2的比例 添加蕎麥粉跟麵粉 麵條不容易斷 滑溜有韌性 吃起來非常順口 吃完蕎麥麵之後還有好吃的甜點當結尾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至下午1點左右 我們搭乘一站或走路10分鐘 來到蓮艙正確大景點高德院 高德院裡面最有名的文物 就是鼎鼎有名的國寶蓮艙大佛 總高度會13公尺 重量約121噸 大併戲院13世紀建造完成 是蓮艙時代代表作品 非常有歷史意義 離開大佛大概下午2點 我們下午的行程就著重到美美的海景上吧 我們搭乘幾站來到七里冰站 下車後走個幾分鐘就來到海灘 這裡的無敵海景真的美美的 推薦坐在這裡的Pacific Drive-In休息一下 肚子很餓的人可以吃點東西 不餓的人可以喝點飲料看海景 店內用餐或店外邊曬太陽邊出來的風都不賴 餐點是曾經在夏威夷名店 Diamond Head Market & Grill 當然過滅點時均 Nakamura所謙修 確保餐點吃起來貼近夏威夷當地的風格 飲料也是五顏六色非常繽紛 喜歡美式濃郁甜蜜的飲料的螞蟻人 絕對要點他們的巧克力花生飲品 Onono Shake 現在時間大概是3點半 我們前往大景點江之島 如果喜歡灌籃高手 前往江之島之前 可以在蓮艙高校站下車拍攝動畫OP的電車加海景 到達江之島了 簡單來說這裡是一個周長4公里 標高60米的鹿連島 我們順著長橋往前走 然後跟富士山打個招呼之後 來到了江之島的島上 首先迎面而來就是通往江之島變彩天 仲劍石通有200年歷史的青銅鳥居 江之島變彩天仲劍石通 算連接江島神社的表餐道商店街 一路上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店跟土產店 接下來我們通過江島神社的御神門 瑞欣門 外觀是模擬龍宮城所設計的 充滿著日本神話的美感 接著往上走 我們可以參拜知名的江島神社 這個神社主要供奉宗向三女神 端上奧金宮、中金宮以及邊金宮 三者統稱江島大神 可以利用爬山健行的方式參拜這些神社 如果腳力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搭乘去付費的電腹梯 輕鬆的拜訪這裡 如果想要跟另外一半感情順利 可以拜訪獵人之秋 在龍鏈之中敲一下鐘之後 把掛鎖放在牆壁上 做你們感情長長久久 大概在江之島的制高點之處 是一個看好的好區域 想要無遮蔽的全景 可以登上展望台燈塔 Sea Candle 一路往下降 我們到了江之島的另外一邊 島的西南方的治兒之淵 是一個海石台地 是神奈川縣的50個美景的其中之一 天氣好的大白天來這邊看海景很棒 還可以順到觀賞遠方的富士山 夕陽西下的時候也是浪漫 在這裡當然是江之島的最後一站吧 回程可以順著原本的路往回爬 也可以利用搭船的方式回到本島 等待幾分鐘的船程不大大也省下很多時間 也是一個看風景放空的好機會 爬完了浪漫的江之島 就用一個浪漫的晚餐結束這個行程吧 該在海灘邊的Garb 是一個義大利料理餐廳 在江之島這一帶非常知名 店內大概有200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食材使用了江之島的新鮮海鮮 以及香腩的新鮮蔬菜 有各種不同的小菜、披薩、義大利麵等等的Menu可以選擇 以合理的架微染式的薄薄薄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搭乘江之島蟹回到蓮艙車站 今晚入住Metropolitan飯店 這個飯店整體設計簡約 有點低調高級的感覺 拉比可以看到美美的綠樹 讓它有種放鬆感 第二天我們大約8點起床 吃吃看很有特色又健康的無印良品早餐後 就開始第二天的行程吧 我們大約上午9點半來到了普賀站 大約搭乘15分鐘的巴士 來到了觀音旗站 一面而來的就是海景 好爽 大約不行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第一站 橫須賀美術館 橫須賀美術館是為了慶祝橫須賀市建立100年所建造的美術館 於2007年開館 自然以及藝術的盒唯一 是美術館的特色 推薦大家到屋上廣場散步 看看玻璃的屋頂配上前方的海景 真的很不錯 如果天氣再好一點的話會更棒 從東京坐車到橫須後也不是很近 現在應該有點稍稍的疲乏吧 大家可以找個地方喝咖啡休息一下 最近水樓台的地方就是美術館的義式餐廳 Akara Malay 也有提供咖啡跟甜點 爆破點提拉米蘇還不賴 搭配海景感覺甜點好吃程度提升5倍 離開橫須賀美術館 我們回到剛剛的海水一場附近 在縣立觀音旗公園散步一下吧 大家可以花個30分鐘左右 遠眺船指使離大海 在森林漫步 以及拜訪日本第一座西式燈塔 觀音旗燈塔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12點 我們搭乘公車直接前往橫須賀市區 大約35分鐘左右可以到達 我們下車之後就前往我們的中餐 漢堡百名店 Honey Bee 由於橫須賀接近美國的海軍基地 所以周邊有很多美式餐廳 而最有名的類型是漢堡 有種說法是日本的漢堡就是由橫須賀所發跡的 我們選了餐廳Honey Bee 已經一夜五十幾年了 跟許多指著重於配料的漢堡店不同 這家漢堡店的海軍漢堡 著重於肉本身的滋味 鮑勃點的超暴力海軍上將漢堡的重點 是稍微烤得焦香的漢堡肉 以及超級juicy的牛排 你看這個size 直接把鮑勃的大冰臉擋住了 喜歡吃肉的朋友不能錯過 想要常常不拱口味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蜂蜜漢堡 吃完中餐之後 接近下午兩點 我們徒步十分鐘左右前往三立公園 我們來拜訪日本遺產 三立號戰艦 三立號戰艦是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東鄉平巴郎大將的作艦 戰艦本身於1899年於英國動工 1900年11月8號完工下水 大家可以拜訪船上大部分的區域 有很多歷史文物 讓大家可以學學當地的歷史 參觀完三立號戰艦 我們前往無人島原島探險吧 我們搭乘觀光船 大約十分鐘看個海景來到了原島 原島是東京灣最大的自然無人島 從幕府末期到二戰 原島是東京灣的首都防衛據點 因此島上除了自然以外 更有特色的是要塞 以及砲台等等的遺跡 花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在原島走走散步拍拍照片吧 離開原島大概下午五點出頭 很虛惑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但整體行程並沒有結束 我們搭電車 四十分鐘左右 來到了橫濱的櫻木丁站 一下車我們就來試試看橫濱的 Yokohama Air Cabin 是一趟大約十分鐘的行程 帶你從櫻木丁站 一路坐到運河公園站 最高處是四十公尺左右 是一個你在平地上 或是高樓上 都沒有辦法體會到的一種全新視角 大家來橫濱的話可以搭搭看喔 搭完纜車後 我們就在這裡散步看夜景 順便覓食吧 晚餐就來吃這裡的壽喜燒米店荒景屋 這家店創業至今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年了 基本上跟著橫濱的現代花一起成長 目前是由斯坦木女將順子晶瑩 包博文典的經典看板料理牛鍋的湯汁 是由砂糖、酒、味醂、醬油所製作而成 主體牛肉是荒景屋嚴選的黑毛和牛 配上香菇、蔥、豆腐等等的配菜 稍微算一下牛肉後 加上生蛋汁 讓牛肉的口感變得更順口 除了食材以外 做壽喜燒的道具 也是由職人精心挑捲 看起來高級又美觀 對整體的用餐體驗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偉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